那么我们国家的疫情受着两个方面的因素夹击 一个就是像在湖北武汉 在北京新发地发生的原因不明 以市场为主要发生地的疫情 那么这样类似的疫情还会不会在其他的城市发生 那么现在还不敢断定 但我们有经验来及时发现疫情 及时扑灭疫情 另外一方面的因素就是随着富航增多 境外输入病例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夹击的话 使得的话中国未来再出现疫情是一种常态 但是我们有信心 即使再发生疫情的话 也不会出现像年初在武汉发生那样严重的疫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